好来看到国立空中大学 112学年度上学期开始招生了 凡是高中职毕业资格 即日开始受领网络以及通信的报名 空大并设有大学部和专科部 有6个学系让大家来选读 要进修的学生们以及社会人士 空大是终身学习的好地方 想要进入终身学习行列的乡亲们 可以把握机会的 国立空中大学 112学年度上学期开始招生了 并且有专科班和大学部 供想要继续升学的乡亲 有不错的学习方式 执行长林昆仑表示 空大提供完善的升学环境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终身学习 我们大学有6个学系 就是人文学系 社会科学系 商学系 公共行政 生活科学系 跟管理资讯 6大学系 另外专科有5个科 就是我们的公共行政管理科 企业管理科 综合商科 还有社会工作 福利管理行政科 还有就是生命事业管理科 5个科 欢迎大家来加入 那我们大学部分为两种身份 一种叫做前修生 一种叫做选修生 前修生就是高中职以上毕业 包含你是专科毕业 大学毕业都可以来念 另外选修生就是没有具高中以上的学历 那你只要连满18岁就可以来念 叫做选修生 所以大学分为前修生跟选修生 那么专科就只有高中职毕业或同等学历才可以念 那我们花年空道 目前也六大学系五个科 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 以外我们还有开了很多的专班 所谓的专班就是在地学习 在地教学 在地考试 在地拿学位 那么专班呢 我们现在在花年空道有公共行政学士专班 有管理资讯学士专班 有社工专班 在花年空道有这种专班 另外我们在乡下 比如说在凤林 我们有生活科学系的学士专班 那在义里有这个叫做社工专班 不过义里的社工专班这些期就要结束 那我们准备要开第二班 所以我们要造福南区的四个乡镇的这个乡亲 所以我们在义里要开社工专班 以及大学的生活科学系的学士专班 所以包含义里 包含卓西 护理瑞税 都可以在各乡镇公所的服务台或是马上办公室去登记 而且这学期我准备要在海边 也就是封兵开社工班跟生活科学系的班 如果有达到15个人以上我们就在当地开班 把学位送到家 空大有六大学系让乡亲前来选读 同时也透过网络报名 想要进修的学生们以及社会人士 空大是终身学习的好地方 记得终于华瑞郎 加上 1 嗯